量哉 量哉 这六种实战防守思路 初学者一定要看完 第一种 长白球 实战中遇到重球形 红球选择打进底带的话 太过冒险 容易给对手机会输掉这局 那么可以 瞄准红球薄鞭 然后缩短手架距离 这样可以限制出肝的力量 把白球长到红球后面 防住黑巴 胜率增加 第二种 控距离 实战中遇到重局面 选择小力轻推 贴住黑巴的话 虽然防守住了 但容易给对手机会 反防守 这样就非常被动了 那么可以 把黑巴打走 白球留在库边附近 拉长白球与黑巴的距离 把难题留给对手 第三种 堵带扣 实战中遇到重局面 选择打黄球 可以红球的话 容易失误 给对手机会 那么可以 选择小力轻推红球 把红球堵在带口 阻止对手进球路线 对手想要防守的话 也会比较容易失误 第四种 敌意有 遇到重局面 红球没有进球路线 选择翻带的话 比较容易失误 给对手进攻的机会 输掉这一局 非常难受 那么可以 小力一推 让用对手的球 防守住对手 画被动为主动 就能轻轻松松 引下这局 第五种 留后路 实战中遇到重局面 像这样打的话 问题不大 但是如果 黑巴没进 就凉凉了 那么可以 留一手 打自己球的时候 温柔的踢脚对手的球 把对手的球 全部踢到库边 这样的情况 打黑巴就没压力了 第六种 敌大郎 遇到重 对手的球型 很好 自己的球型 很复杂 贸然选择进攻的话 容易给对手留机会 输掉这局 那么可以 大力出奇迹 弄乱对手发型 重新洗牌 这样就可能 有一线生机 量载 别说是我家的 下课